生物基因有多牛 仅靠一块断掉的金属肘子 就复刻出了一个红发美女 按下重建按钮 一勺芥末黄油打入断臂 增加营养 两只短机械臂不断拆线缝针 三分钟不到 从头骨到脚丫 一具骨骼便闪亮登场 最后放入营养舱复制血肉 一具完美的身躯就造成了 这是第五元素里面最经典的场景 而这部1997年的科幻作品 竟然是来自吕克贝松 在16岁时写下的剧本 欢乐我是阿比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 小孩哥天马行空的幻想世界 1914年 埃及一座孤零零的神庙里 神父和他的祖辈 世世代代忠心耿耿地 为他们的主守护秘密 而这个主不是耶稣也不是神 而是外星种族蒙都沙瓦人 神庙的实际上预言 有这么一个邪恶力量 每隔五千年便会为祸人间 只有蒙都沙瓦人寄存在神庙里的五大元素 才能击败恶魔 已知的四种元素为水、火、风、土 而第五元素是什么 电影在这里设置的悬念 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降落在神庙 蒙都沙瓦人走下飞船 告诉神父 300年后 战争将会爆发 第五元素放在地球上不再安全 因此 他们要把东西带回母星 等百年后恶魔醒来时 他们才会带着第五元素重返地球 拯救世界 时间转瞬即逝 悄无声息地跨越了三个时机 一艘宇宙护卫舰 探测到了一股未知的力量 他越长越大 就像一眼望不到底的黑洞 眼看着就要吞噬地球 这就是蒙都沙瓦人口中的恶魔 预言果真应验了 然而 此时的人类并不知道 这玩意究竟是什么 宇宙联邦主席 在一名前线指挥官的提议下 准备先礼后兵 向他开炮 此时 一位名叫维科的天文学家站了出来 一类严肃地告诉众人 这东西具有高等智慧 并不是他们能分析揣测的 因为他并不喜欢人类这么做 哪里有生命 他就会给哪里带来死亡 因为他是绝对的邪恶力量 而邪恶会滋生邪恶 开火只会让他变得更强大 对于维科的言论 主席显然是不屑的 如果再不主动进攻 恐怕他们就没有时间了 对此 维科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时间不重要 只有生命才重要 这话是蒙都沙瓦人的信条 原来 维科的身份并不只是天文学家 他还是神父的后人 继承了蒙都沙瓦人所教的知识 同时 也背负了神父的所有责任 但前线的指挥官偏偏不信邪 砰砰几发导弹射过去 那东西果然变得更加庞大了 大到足以一口吞了整个战舰 眼看形势紧张 急得主席不断下令 命令准备二次射击的指挥官撤退 维科告诉主席 还有最后42小时 这东西将横行无阻抵达地球 和有欲望的人类恰恰相反 他不要钱也不要权 只有终结一切生命的念头 只有聚集五大元素 产生创造之光 才能击败恶魔 这时一名下属向主席报告 边境处发现一艘蒙都沙瓦人的太空船 请求允许入境 主席思虑再三 决定放外星有精入境 讨要武器 可接下来发生的爆炸 毁灭了他们的一切念想 在恶魔的指示下 人类邪恶力量卓格 雇佣了星际臭名昭著的海盗势力 蒙加罗人 半路干掉了蒙都沙瓦人 苦等三百年 一无所得 维科绝望到了谷底 好在在炸毁有军的飞船里 发现了一块断裂的肘子 上面的组织还冒着热气 未来世界 人类医学科技发掘到了极致 别说是一只断手 就是一根头发丝 都能进行基因修复 原本丑陋粗糙的断臂 竟脱胎换骨 变成了一位绝世美女 女人对周围陌生了一切警惕戒备 她不断拍打四周的玻璃罩 嘴中发出古怪难懂的声调 一名军人得知这罩子坚不可摧 便大大咧咧地走了过去 对着女人一脸调侃戏弄 不料下一秒 女人一拳打破了玻璃 也打爆了军人的命根子 一级界被拉响 女人奋力撞破金属墙壁 沿通风管道一路北上 武装部队紧紧相逼 结果还是被女人逃出了实验室 这是23世纪的地球 高楼助力 无数飞车穿梭在空中 从这里跳下去 最多1%的存活率 可前有警察 后有追兵 比起做枪下亡魂 她还是选择闭着眼睛 一股脑跳了下去 想象中的脑浆四蹦并没有出现 她将一辆出租车的车顶砸了个大洞 而这个车主幸运儿 是身为退伍军人的男主 科本 两人惊心动魄地相遇 女人在几里呱啦说鸟语 而科本则是一旁低笑 任凭自己听破了天 也不明白女人在说什么 远处警车逼近 对讲器传来命令 要求科本配合工作 将车门打开 交出犯罪分子 饶使科本再认定 此刻也知道 惹上了大麻烦 聪明人都知道如何抉择 科本也不例外 就在她乖乖娇人的时候 女人绝望中 看见了后座上的报纸 艰难声色地吐出了一句英文 一遍又一遍求救 终于让科本软了心肠 她一脚油门踩到底 把警车甩到了屁股根 一头扎进了车辆洪流 然后向地面俯冲 躲进了大屋里 这招果然好用 警车愤愤而来 因为找不到蛛丝马迹 又都郁郁而去 新鲜出炉的基因体 没有营养仓资料 加上刚刚一番折腾 女人的身体已达极限 只能一遍遍交代科本 务必找到一位 名叫维科的神父 接着便昏迷不醒 科本敲开了维科的门 维科只是看了一眼男人 便打算关门送人 有病不找医生 反而来念经祷告 这是什么新型的作死方式 但接下来科本说的话 却让维科一改之前的敷衍态度 拿放大镜仔细观摩后 老头眼中迸发出惊喜 这个符号 就是自己一直在苦苦寻找的生机 通俗来讲 这个女人就是第五元素 就地球与水火之中的最后希望 维科被这个天大的喜悦 冲昏了头脑 直愣愣栽了下去 而一旁的科本 见女人依旧昏迷 不由得自说自话 甚至情不自禁地凑上前 准备上演 王子文醒睡美人的戏码 然而下一秒 一把比她头还大的黑窟窿 对准了她的脑门 科本连忙道歉 为了拉近两人距离 解决语言上的不通 她不由地笔画起来 询问女人的名字 简称利禄 枪口始终未落下 就在二人僵持不下时 换了一身装备的维科 姗姗来迟 利禄看见神父 高兴得又哭又笑 终于放下了防备 而一旁呆愣的科本 则被维科请出了大门 告诫她 没有允许不许来拜访 科本不明所以 开着被打成甲壳虫的小汽车 无比懊恼地返回了家中 科本前妻出了墙 她也因此独居多年 家中没有一丝女人的痕迹 只有一只等着铲屎的猫咪 科本宁愿单着 找到心目中的完美女孩 也不愿放纵情感 泛滥成灾 刚一回家 孙友电话响起 来人是租车行老板 张口询问老伙计工作如何 车子保养得怎么样 为什么约定好下午见面 却放了她鸽子 科本陷入了回忆 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她遇到了利禄 她在思念着利禄 而利禄同样在 吃饭 谁能告诉她 为什么地球的食物那么好吃 电视那么好看 自己都快忘了拯救地球的重任了 一盘又一盘烤鸡下肚 利禄快速地浏览着电脑上的画面 学习自己错过的五千年历史文化 利禄正消化着地球的知识 而隐藏在暗处的邪恶势力 此刻也在蠢蠢欲动 星际海盗 孟加罗人轰烂了蒙都沙瓦人的飞船 并拿到装有四大元素的箱子 交给了雇主卓格 而卓格知道 这些海盗不缺钱 更不需要权力 唯一能和他们做交换的东西 就是能够搞破坏的武器 卓格拿出自己亲自设计的新型武器 突突炮 潇洒转身 对着后方模特一阵晃动 不管子弹从哪个角度飞出 最终都能精准击中目标 这突突炮还是多功能的 不仅能当捕捞网 还能做弓箭发射器 火焰喷射器 灭霸冷冻剂 炸弹毒弹双头双弹 简直堪称绝杀神器 几番操作下来 星际海盗震惊到何不拢嘴 卓格得意洋洋 看见了吧小老弟 这就是我们人类 和你们外星人的差别 虽然你们孟加罗人体型庞大 甲壳坚硬又会变脸 但脑子是真的蠢 四香军火换四颗石头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卓格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 接着迅速合上 而一旁大块朵翼的利禄 早就知道了结果 笑得何不拢嘴 他们蒙都沙瓦人 是太空里最善良最聪明的种族 早就安排出了一出好戏 偷偷转移了四大元素 元素根本不在坠毁的飞船上 而在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身上 他们约定着焦头地点 就在施乐园星球饭店 山羊湖卓格气得头顶冒烟 他浪费时间掩饰军火 结果这些傻大哥 就带来了个空箱子 想到之前内部眼线打探到的消息 卓格打算请神父前来一续 维克一到场 卓格便迫不及待地 向他打听元素的下落 维克当然不从 他想要拯救生命 而卓格只想要毁灭 对于这个说法 卓格并不认可 在他看来 生命诞生于毁灭与混乱 比如他桌上的这个空玻璃杯 安静又无聊的助力者 一旦被摧毁 他生命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这时一排排扫地机器人 罗列开来 清理渣子 洒洒水 原地打转 地板瞬间光洁亮丽 这些机器人的制造者 工人 技师 工程师 成千上万人 凭借技术养家糊口 培养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 通过这么一次小小的毁灭 生命就此被促进 接着 一只机械壁落下 杯中迅速加满水 在生物基因的催生下 一颗娇艳欲滴的樱桃 出现在了眼前 让人不禁感慨 程序生命的伟大 一杯樱桃水下肚 卓格立马张大嘴巴 原来是樱桃卡在了喉咙里 上不去 下不来 他手忙脚乱 按按钮 无数高科技一一出场 甚至连柜子里 最先进的电子宠物 也睁大眼睛取悦着他 但这里所有的一切 都不能救他于水火之中 神父调侃了几句 伸出手掌 拍了拍他的后背 樱桃便吐了出来 因为一颗小小的樱桃 自己的大方倔尺 被当作笑话 卓格故作镇定 梳理发型 最终看在老头 救了自己一命的份上 放了他一马 与此同时 太空中的恶魔 开始作妖 在前进的同时 吞掉了所有 银河系里的通信卫星 他为什么只吃卫星 对于这个问题 所有人都一筹莫展 伪装成人类的孟加洛人 通过昆虫窃听器得知 蒙都沙瓦人 将四大元素 交给了著名歌剧名爵 伊瓦宝馆 而他的最近一场演出 就在失乐园星球的饭店里 孟加洛人调带音量 准备再仔细打探打探 结果下一秒 主席手起掌落 一把将嗡嗡作响的窃听器 拍了个吸烂 并附和身边的将军 秘密派遣部队精英 执行任务 为了不打草惊蛇 绝对不能动用军队 将军略意思考 有了推荐人选 这边 柯本刚被出租车公司辞退 正坐在窗户前 享用着空中百度船的烧拉外卖 就被将军找上门拍发任务了 命令他去失乐园取回元素 担心柯本找借口推托 将军甚至还动用了点小手段 让柯本中了头号大奖 失乐园双人十日游 柯本不可置信地掰断了栏杆 为了哄骗他干活 他们竟然暗中操作 甚至把假扮老婆的人选 都有条不紊地安排得明明白白 看着胳膊比自己肩膀都壮的女人 柯本更加崩溃 刚想拒绝 门铃声突然响起 利路突然来访 柯本连忙用身体挡住了将军的视线 谎称来人是自己的未婚妻 他极为痛恨军队 为了二人的婚事顺利进行 柯本让三人赶紧躲起来 将军一脸懵逼 他们三人加起来500斤 显眼得很 根本没地方可藏 只见柯本打开冰箱门 将自压咧嘴的众人 一个个塞了进去 按下按钮 冰箱降入地下 原本的空间瞬间变作淋浴间 柯本调整呼吸 打开门的瞬间 一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 维克一脸严肃 声称自己要拯救世界 叫柯本把石油的门票腾出来给他 柯本忍不住笑出声 上一拨人也是这么说的 很快 武警部队搜索到这里 柯本没了之前的凶狠 乖乖躲进了抽屉床里 而利禄则蹲在了淋浴间 被升到了天花板的上坊 扫描灯一尖尖走过 很快到达柯本房前 与此同时 柯本也准备好了一切 乖乖配合调查 不知道是谁 把柯本的名片 塞进了隔壁的门牌上 邻居小伙神助攻 不仅不服从调查 还对警方破口大骂 这小子和柯本 发型年龄相仿 警察一看 是他没错了 直接原地拖走 谁知半路杀出愚蠢的孟加罗人 截胡了这个大冤种 孟加罗人打算变成 柯本的模样 重新夺回元素 当作和卓格谈判的筹码 以此换取更多的武器 当敌人都走后 柯本才放出利禄和维科 本打算泡杯咖啡款待二人 然而刚拿出杯子 就被神父一朗头砸倒在地 抢走了他的门票 拉着利禄匆匆逃离 柯本追击火葬场 打开冰箱 从冻成僵尸的将军手中 接过了任务 今晚灯火迷离 注定是个不免业 除了柯本自己 还有三个冒充他的家伙 第一个是维科的小徒弟 他刚拿出证件 就被空姐夸赞 他有一番好运气 整个城市没人不知道 柯本获得了头奖 然而下一秒 真柯本一把按住小弟肩膀 将人挤走后亮明身份 忽略了空姐怀疑的目光 直接揽过利禄肩膀 称她是自己的未婚妻 这次旅行 他们小两口一起去 两人顺利登机 然而他们前脚刚走 自身是柯本夫妇的 另外两人便姗姗来迟 空姐刷过两人的身份证 一张丑陋的孟家罗人面孔 出现在了屏幕上 连连发出警报 也许是一容数不熟练 男人的脸开始扭动 差点就要暴露 空姐用机器故障的借口 拖延时间 迅速联络安保人员 一旁的女人看出不对劲 担心这家伙忍不住现行 连忙拉走了他 最后一位冒充者 是卓格派出的 刚拿出证件 他就被空姐无情地扫地出门 气着他直接大喊大叫 结果却被机械安保 当作挑逝者拘留 而为柯健小徒弟任务失败 自己又没有机票 只能躲进机舱 偷渡到了施乐园 冒充对讲的小插曲 暂告一段落 柯本刚进飞船 就被一根黄金手杖直指拨颈 来人是疯狂酷哥卢比 穿着性感夸张的豹文大衣 身后传来站检的尖叫呐喊 无一不再彰显 他热门播客主播的身份 发现投奖获得者柯本后 更是狂拽的命令男人做这做那 这送到嘴边的泼天流量 怎能不好好接住呢 柯本心情烦躁 没时间和这位美洲豹浪费口舌 听了他一路的说唱 耳朵嗡嗡冒烟 偏偏酷哥喜欢别人捧他臭脚 接得住他的嗝 看柯本一直不苟言笑 嘴里蹦不出什么好话 柯本一听 瞬间火爆脾气就上来了 把卢比安在墙上 威胁到自己没空和他在这玩 飞船起飞前 所有人都必须回到休眠舱 进行长达四个小时的催眠 而柯本刚进去 就听见丽露开心地冲自己say hi 短短一天时间内 他就学会了英语 柯本一脸严肃地告诉喜欢的女孩 这趟旅程很危险 要是他没能及时赶来 恐怕丽露就遇上大麻烦了 柯本听不懂丽露的话 正想追问下去 空姐一记暗睡喷雾 她就沉沉地倒下了 同一时间 主席那边终于接到了恶魔发出的 无线电报 他很疑问 一团黑乎乎的大黑球 发无线电干嘛 随着任务的连接失败 卓格封锁大门 开启了沉浸式一谋 突然 一个神秘人的来电 让卓格含毛倒立 对方自称影子先生 是卓格的合作对象 但他并不知道 影子先生就是那坨不明生物体 因为办事不力 恶魔隔着无线电通话 给卓格脑袋上了点道具番茄匠 不知对方究竟是什么狠角色 但绝对不好热 这下卓格不得不亲自出马 施乐园温度失移 景色宜人 是人类最向往的旅游圣地 但科本没时间欣赏 比起这个 他更关心组织交给他的秘密任务 守护四代元素的歌唱家 迪娃登场 真太空歌剧正式开始 与人类不同 他身高两米 一身蓝色皮肤 身上布满了奇怪的管子 一嗓亮丽歌喉 感动了无数听众 此时此刻 暗处隐藏着毒瘤也准备行动 他们潜入迪娃的房间寻找元素 砰的一声枪响 将太平盛世 岁月静好伪装下的和平 积得粉碎 孟加罗人找到了箱子 正行喜时 守在房间的利路突然现身 他再也忍不了 这些在太空为非作歹的好战分子了 好在 孟加罗人脑子奇特 打架时不会一起上 只会葫芦娃救爷爷 利路三两下就将敌人打倒在地 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一声激光炮响彻而尽 利路真正的敌人浮出了水面 比起丑陋愚蠢的孟加罗人 这个疯癖男人更加危险 利路深知不能硬扛 只好暂时蹲入通风口躲避 卓格抡起激光炮 突突扫射 接着安装了一枚定时炸弹 最后拎着箱子 回到了自己的飞船上 剩下的孟加罗人也回过了未来 连忙聚集整合 快速占领了演播室 并冲向剧场控制人群 原本的暗偷变成了明强 子弹穿透舞台上的迪娃 在倒下的一刻 科本接住了她 询问着元素的下落 迪娃告诉她 利路正是第五元素 虽为超级人类 但她也有脆弱的时候 尽管在这样硝烟弥漫的情况下 爱字荒诞无稽 但她还是希望 科本能让利路感受到爱 至于四大元素 因为那关系着 宇宙亿万生命的生存 迪娃很谨慎地 将她放入了自己的体内 那是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就算要以牺牲自己为代价 炮火愈演愈烈 科本从迪娃身体里 掏出了元素石 将她仔细放进布袋 并交由化劳卢比看管 而自己则英勇冲锋去了 刚开始确实很酷 但当憨头大耳的孟加罗人 掏出大炮时 科本立马马力跑路 躲进了吧台下方 把目光对转了 机关枪旁边的男人 用眼神示意他 把枪扔过来 一番无声的交涉后 男人自信满满 笑着将两台球扔在了科本脚边 这一刻 科本笑容凝固 呆着是死 倒不如玛丽起身 示意自己并无恶意 只是来听个歌剧的可怜游客 你别说 这种鸡肋的澄清还真有用 趁着空当 卢比神助攻 躲住了外星人的脖颈 成功为科本争取突围 解决完外面的人 科本马不停蹄地 跑进房间找利路 可这里也被孟加罗人包围了 甚至还劫持了维科当人质 对方数量太多 真打起来他们不是对手 但科本深知 擒贼先擒王的道理 便手起枪落 结束了偷偷性命 看到首领葛屁 孟加罗人全都放下了武器 这一顿操作属实敬畏天人 解决完所有兵力 科本连忙跑进房间 救出了奄奄一息的利路 很快 饭店响起了一级警报 卓格安装的炸弹 现在只剩不到五分钟了 众人焦急奔逃门外 始作俑者却半路返回 想要继续寻找四大元素 在倒计时最后五秒时 卓格插住了暂停卡 然而不怕虎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瘫倒在地的孟加罗人 见警报器停止计时 他以为他失灵了 当即掏出备用机 按下了按钮 科本在最后一刻 将众人拉上了备用飞船 向着最终目的地 埃及神庙驶去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 地球上空 一颗直径1200英里的火球 直冲地球 一小时57分后 一旦火球落地 地球上的生命将不复存在 而在另一边 刚刚死里逃生的利禄 正通过电脑了解人类历史 利禄通过影片 了解到了战争的残酷 他流下了眼泪 人类好奇怪 造的每一件东西 都用在了毁灭上 经过一夜的急速前行 飞船终于抵达神庙 一行人将四大元素石 放入四方 利禄也被轻轻抱到中间 只是 在场没有一个人知道 这些石头怎么用 虚弱的利禄 只是留下短短一句 风吹 火烧 雨落 便昏迷了过去 众人一筹莫展时 小徒弟常常叹了口气 竟然令风元素启动了 原来方法很简单 风元素用嘴吹 土元素用尘土撒 水元素用水装点 火元素却让人发了愁 时间紧急 去拿照火源 可本摸向口袋 竟从中掏出了一只 小小的火柴盒 里面赫然躺着一只 瘦小发霉的火柴棍 点燃火焰 四种元素的神力 齐齐涌入利禄体内 然而在这生死一刻 利禄却突然崩溃了 他看见了人类 五千年犯下的所有罪行 泪流满面地问 他想要一个答案 一个值得自己这样做的答案 可本回答他 至少这世间美好的那部分 是值得被拯救的 比如爱 最后十秒 可本深情告白 这一刻 利禄不再是一个 冰冷的外星程序生命体 无数的能量 汇入心脏 穿过神庙 穿过宇宙 值得大气层 顷刻之间 火球化作灰烬 一场末日危机 惊险化解 浑身被冷汗 失禁的主席 终于回过神 看着宇宙 缓慢转动的行星星空 八尺壮汗 紧绷的神经 终于放松下来 他亲自拜访 想要表彰两人的功绩 可四处环顾 都不见他们的踪影 休眠舱内 互通心意的情侣 正进行着深度交流 这一刻 没有什么拯救世界 只有爱与和平 影片结束 第五元素 也许还不够完美 因为元素过多 无法把某一点 做到极致 很多影迷 对此褒贬不一 但不可忽视的是 这是一个 16岁男孩 写出的剧本 旅客背松 把少年式的 天马行空 变成了现实 这是最纯粹 最自豪的决定 成就了科幻电影史上 优异经典的人物 造型设计 利路的彭克科幻 绷带装 出自法国时装界的 时尚顽童 让保罗高提耶 在上映当年 还掀起了 时尚界的一股狂潮 五大元素 是影片里 很有意思的设定 四大元素 分别是风水土火 第五元素 则来自西方文化里 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 古希腊神话认为 地上的凡人 呼吸的是空气 而那些居住在天上的神 呼吸的是以太 以太也是一个神的名字 是太初之神之一 掌管光明和天空 亚里士多德界用这个概念 发展出了 著名的四元素说 为地心说 提供了理论基础 他认为 世间万物都是 水 土 火 气构成 是不断变化着的 但除了这四个 还有第五元素 不过那玩意 只存在在外太空里 天上的星星 之所以能拥有永恒的生命 是因为构成它们的 是一种神秘的 完美的 永远不变的元素 以太 到了十二世纪 欧洲中世纪的 炼金术师们 也迷上了这套 说世上的一切 都是这五种元素构成的 前四个 咱们能看得见摸得着 但第五个呢 这第五元素 在炼金术里有好几种叫法 但最广为人知的 还是以太 在当时的物理和化学界 以太是一个 非常潮流的概念 但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真正破解以太之谜 吕克贝松 沿用了五大元素的概念 写下了这部科幻作品 他电影里的第五元素 究竟是什么 仅仅是爱吗 对于这个问题 他曾给出了标准答案 人是女人 而不是人 反观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科幻电影 肌肉硬汉 在美女猪躬下 拯救了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 两个还发展出了 狗血的爱情故事 在吕克贝松的电影里 这种虚实模式 完全被反转了过来 塑造了一个 给丽女性独挑大梁的形象 除了完美的丽露外 迪娃也扮演着 拯救世界的关键角色 为了将元素石 顺利护送到丽露手中 她不惜牺牲自己 当科本从她身体里 掏住石头时 人类的延续 有了一丝生机 这让人想到 从母体里 取出新生命的过程 第五元素 失去了自然生计的 钢铁森林 人们挤在狭小的铁笼里 服从着机器 发出的各种指令 就连旅游胜地 都没有一丝 阳光沙滩 绿色自然的好风景 所谓失乐园 只是一艘太空船而已 一切都被金属化了 连睡觉都得听 机器的安排 人逐渐失去了 人的特性 科技所带给人类的 究竟是更自由便利的生活 还是更冰冷禁锢的环境 在这场科技 与人性的博弈中 第五元素 给出了他的答案 电影传达出了 深刻的人道主义 和反战情绪 战争是有缘罪的 他不仅无法战胜邪恶 反而会让恶势力膨胀 面对这样的困境 人类该如何是好 电影抛出了一条救赎之路 以暴制暴 无法消除邪恶 回归人性 以爱之名 才能化解世间万难